台湾人一年所用的威信地 搁得到100億箱的收容 這必須撤到290萬張的窗戶 對處跟二次環保協和 自助餐的確合作 提供到環保的餐廳 在餐廳後 賓獎來使用 向外食族 給一項的選項 我們賓獎是在外面吃飯吃麵 最喜歡的就是餐廳提供的便生地 因此統計 台湾人一年代有 用到便生地有100億箱 這量必須要撤到290萬張窗戶 並沒有反覆 賓獎地受到餐廳才用 主要是便利 但是賓獎地在這座貴定人用 全條票要來賓獎 賓獎 內賓 多少會有化合物質來漂白 等級水用對人配的造型 減風為海 漂白用的油是二氧化硫 硫生的硫 這個東西在你出來的時候 用熱水把它放過它的消息 但是你一般我們在吃的時候 並不會去洗或湯 所以你疼開就吃下去 會把這個二氧化硫吃進肚子裡 那少量的暴露 我們人體會代謝 也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少數的人 他天生就沒有代謝這個硫的能力 這個時候這個硫就會對他的呼吸道 肺部還有肝臟產生毒性 還有一個問題是年輕人外食族很多 有可能長期累積也會產生毒性 所以基本上如果可以 我們應該是盡量 賣用這個衛生免洗的筷子 那當然這個會砍很多樹 也有環保的問題 為了好家以此 外食作方便處理環保 有個健康的實用工具 環保局在年代進行 提供提供100組 可以中和使用的餐具和餐飲店 我們今年環保局來提供100組的餐具 讓我們的協助來做這個使用 那目前這幾個月 已經一個月差不多10間 來加進這個 提供環保餐具的這個行列 也對我們民眾的健康有很大的幫助 目前環保室並沒有強制規範 我們的餐飲業者 不要去使用這個免洗的筷子 但是這個免洗筷子 因為長期的使用對我們的人體是有上來 所以我們的鼓勵 我們的協助 大家共同來使用這個環保的用具 來對我們民眾的健康有很大的幫助 以前小時候很短 我覺得吃好的豬 不要吃法 我的衛生豬 我覺得比較好 因為這個色素 嚴重、咖啡 很多都殘留在地下 吃久 你的豬師會覺得萬聖 就對了 希望大家用豬 我的生活比較好 手我可以拿就拿 像白天要在這裡 如果是都可以拿 手術都給他 手術都給他買 化室做在外面不方便 環保教大新提供多一行專頁 希望民眾能夠到家使用 可以重複清洗的產工 若能夠減少紙原的何費 害幾個蘸流化合物質 吃了一塊肚子 最近新聞 炒皮檔 加吉七 彩虹 報道